每到兔年,兔子就像犯太歲 於旅傳出遭棄養的消息 很多原因都是飼養者一時衝動 只覺得兔子可愛,價格又便宜 養了以後才發現沒有適合的飲食、活動環境 甚至健康照護等問題 造成一波棄養潮 藝人蘿莉塔就呼籲民眾 在飼養前一定要做好功課 一到兔年,因為我加入很多那種兔兔的社團 社團上面就充施了各種的 就是問大家有沒有人想要收養兔子的文章 因為有非常多的家長,因為兔年的關係 然後想說小朋友覺得兔子很可愛 那買給他好了 結果買回家大概一個月之後 小朋友就覺得好無聊喔,不想養了 或是兔子生病了 結果看獸醫,買的時候兔子才三百塊 看獸醫居然要三千塊 他們就不想付這個錢啊 然後就丟到社團上面說有沒有人要養的 然後我就覺得哇,這真的太可怕了 蘿莉塔說,刻板印象中兔子愛吃胡蘿蔔 但其實兔子的主食是木草和大量的清水 其他蔬果只能算是點心 而且有些兔子還討厭到連碰都不碰 目前前後養了兩隻兔子 應該說三隻 他們沒有一隻愛吃紅蘿蔔的 就是丟給他們,然後他們都不願意吃 而且可以說是蠻討厭的 就是我養的兔子 就是我紅蘿蔔給他們 都是踢開的耶 或是跑很遠的 他們都不喜歡吃 正確飼養兔子的觀念 就是第一個一定要吃草 第二個一定要喝很大量的水 對,兔子需要很多的陪伴 然後他們其實沒有大家想像中這麼親人 就是大家必須要知道這些事情 然後你再決定要養褲子 每隻兔子也有不同的個性 一般人期待可以像狗狗一樣又摸又抱 但對大多數的兔子來說都不是很喜歡 蘿莉塔表示 養寵物兔還是要尊重她的個性 硬要抱還可能會受傷 其實我覺得每一隻兔子的個性都不一樣 當然也有兔子很親人 像我上一隻兔子是 牠就非常的親人 我走到哪裡牠就會跟到哪裡 但像這一隻的個性都不一樣 牠是那種我去找牠都不要 牠想要找我牠才會來 所以其實每一隻 其實不是只有 其實有些貓很多貓也不太理人 那你們所以你們就要 而且人也是一樣 其實你就把牠當成一個小孩 你就想每個小孩的個性 不是每個小孩都是會 想喜歡賽奈啊 喜歡跟大人互動什麼的 牠們真的就是跟人一樣 每一隻有不同的個性 但大體來說 我必須說我大部分的兔子 其實沒有那麼喜歡給人家抱 就是沒有那麼喜歡 當然可以抱 但是沒有到那麼喜歡 像我跟牠的相處就是 我不會硬抱牠 對 像是在外面牠比較緊張 就可以偷抱幾下 但是牠家裡牠是完全不給我抱 我要是硬抱牠就給我咬下去 蘿莉塔也呼籲 養兔子能以領養代替購買 許多非法繁殖場 並沒有好的環境 而且兔子生育力強大 也為了牠晚年了健康 最好先做好絕育 重點是愛牠就不要棄養牠 記者趙世淵 新北採訪報導 很漂亮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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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